副局长 林老师 我们美丽的天使 还有我们社区伙伴 大家下午好 好 很高兴 我们这一次第一T4 12个社区 我们是刚好搭了第一 这一班车是第13个社区 刚好很高兴可以参与到 我们社区是从80年 就是学宝局就大力的 在那边推这个基础建设 一直到民国100年 这个农村再生 到现在我们通过 也是通过环境教育场 认证的地方 在环保署我们也推 这个低探社区 我们其实社区 跟我们的宜兰枕山一样 离台北都会去非常的近 所以人潮非常的多 我们每年就将近 这个百万人潮到社区来 就是探索跟旅游 因为我们地方 有很好的步道 还有很多的生态公园 然后假日有蛮多的市集 然后可以让人家到这边 疏压 最主要是不用门票 因为都是政府公务部门做的 我们社区还好 当初80年代的时候 大家那时候土地 还没有那么有价值 所以大家当时 非常的同意就做 如果现在来做 真的是非常的有困难 土地同意书 如果要找的话 以前是花了四十几颗印章 现在可能花一百个了 要通过要找这些土地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们社区 我们的前辈他非常的用心 我们的社区的金谷笼罩 黄关长 他今天也是跟着来 因为他是我们的开山始祖 他很客气 因为他说慢慢的给年轻人一起参与 但是我们永远把老子 已经把他推在最前面 因为他祈祷最有经验 他把很多传承 因为我们年纪很多不懂 像刚刚我们看了那么多社区 你看其实都是齐劳在做 我们后面说实在是捡到便宜 我也是从外面回乡 但是以前农村生活很辛苦 慢慢转型 从农七十几年农到八十几年 工到九十几年 我刚好回乡 外面转一圈 刚好我看到这个农村有愿解 所以我从外面回去之后 十几年把整个家庭 这个环境也改善了 生活品质也改善了 但是因为我们游客非常的多 尤其我们最近这几年 身上朋友 因为他是人人平等 我们一样就是到社区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真的我们的社区设施不足 尤其像我家 我前两年盖一些厕所 前两年才盖的 这是你请老师去看 虽然他坡度你看 有做一些 但是还是第一个太陡 第二个里面空间都不够 你看可见我们就是没有参与这些 像外面的活动 所以在很多方面做到很多的 这还不够 陈萌就是水宝区这一次 你看他马上一些工程就要下去的 要做改善 因为就是有 重器乐的团队 还有带着 那王老师专业的 内政部的这些团队去看 所以给我们的提息 尤其在安全方面 非常的考量 非常的就是融入给我们 智慧 好我们社区 尤其在我们这个业者这些 大家也是因为 这个跟客人互动最重要 你没有那种环境 真的自己会觉得惭愧 我们最多的时候 有将近18部 我们这种电动车 它是坐到大巴 到那边 它也是 就是整个九群屋都在绕 然后我们 刚好我们有楼下的餐饮可以用 它在那边用餐之后 下去到金谷那边 还要到城下 他们都开始去 当初我们还没有体会到 尤其厕所之类的问题 就是因为有 那一批那么多人来之后 我们深深体会到 我们要回去 要更用心的 要教我们的老师 这些专业的团队 我们要做更细部的改善 让大家真的是 让我们的友善农村 可以让台湾 我们这些 身上的朋友 有更好的驱逐 那同时更欢迎 我们这些美丽的天使 下次来 一定请大家 就是上次到这边 有这种 跟大家一起讨论 所以我们特别敬佩 我们这些天使 你有那么勇气 然后全省走透透 来替政府行销 或者改善这边 让台湾更进步 那以上就 谢谢大家